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周展望 港股刚刚这个星期的走势是不错的 主要是外围的反弹, 带动恒指由低位做好 我们看看几个不同的指数 除了恒指之外, 国指甚至科指都做得不错 也看到整个指数的波幅在过去一个星期都进一步扩阔 意味着整个市场没有像之前那样, 每天跌,每天淹门 也看到恒指能够上升到18000点的水平 除了港股做好之外, 美股也做好 道指在过去一星期来说, 升了2% 而波幅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迹象 除了道指意外, 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也分别上升 但是升幅就没有道指那么多 内地市是说, 继续是国庆节假期的优势 未有任何的报价 要去到下个星期一, 10月10日才是服事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来说, 外围 很多的经济数据公布 其中来说, 个别的数据 反映到美国那边, 加息的幅度的压力 是有一个回调的, 无论是说 一些新生理失业救济人数 甚至是一个叫做, 非农就业的数据来说 都是有高位回落 不过, 似乎没有办法令市场安心 因为主要都是, 看到回吐幅度 是没有市场最初预期那么大 亦都看到, 刚刚这个星期 星期五的公布里面 除了非农就业数据 那个增长幅度 比市场预期大之外 达到263,000份 比市场预期25万份更多 这个数据公布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在失业率方面 因为在9月份的失业率来说 见到会落到3.5% 不单是没有像大家预期 维持3.7% 甚至是失业率是轻轻上升 意味着整个的就业市场 仍然都是非常之壮旺 因这个因素 似乎大家 之前在寄望 这个联储局 有个加息的幅度 减慢的预期 是有落空的 其实都看到了 刚刚这个星期来说 联储局很多的官员 都纷纷发表言论 其中来说 有一部分的言论 更加表示 总是短期内的经济数据 是有个回落 但是 对于美国联储局方面 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都是没有降温的迹象 因为他们预期整个加息方向 是维持不变的 在这个言论之下 其实都令到美汇指数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 都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走势热转 去到10.06这个水平之后 就连续两天抽升上来 也都去回10天的 移动平均线的水平附近 都暗示着一件事 整个美股指数 是没有像大家估计的 见顶 14.78这个水平 是不是真的叫做顶部呢 似乎现在来说 都没有办法 是确认到的 因为都见到 整个美汇指数 一浪高一浪的形态 相信在未来的时间是继续的 尤其是在这个星期来说 相信会公布了 就是9月份 美国联储的议息记录 可能也是反映到大多数的委员 都是一致地通过 就是说需要有进一步 加大加息的机会 才可以是压制住 通胀的预期的 在这个美汇走势 是进一步转强之下 其实看到就是导致那方面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都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回落 虽然就是说在反弹的时间来说 都是接近2% 但是未能够是令到大家是安心的 尤其是现在的整体走势 我们都相信就是说 由一个2020年的低位 518,213点升到上去 就是今年的顶部 是36,952点之后 回调已经失手了 是38.2%的回调目标 那变上回调下回到61.8% 是有可能导致 最终跌到25,371点的低位 至于港股方面 虽然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虽然都是做好 而且也都见到 独行指能够由低位 16,906点 反弹上来 收复10天的移动性均线 不过20天线 仍然没办法收复之外 也都未能够重返 3月15日低位 18,235点 其实也挺败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当一个指数 是跌穿了前一个支持位之后 如果在短期内 没办法收复的话 也都暗示着 这个后抽是失败 没办法成功突围 变上进一步向下的形态 也会因而进一步确认 看看如果是继续 港股回调 并且完成进一步 一浪低一浪的情况的话 排除就是整个行指 会有机会由2020年的低位 21,139点 升到上去高位 2021年 31,183点之后 整个回调幅度 会达到整个升浪 总升幅的1.618倍 也就是大概去到14,931点 这个水平来说 在之前几次 我都跟大家分析过了 也解释了 为什么会去到那些水平 这次来说 整个港股 没办法去到 今年3月份的低位 在18235这个水平流上 我相信 未来的走势 仍然会继续向着 14,931点进发 至于未来的星期 仍然有比较多的 经济数据 会公布 我们要比较 关注 9月份 美国的PPI数字 和CPI数字 相信这些数据 仍然在反映 美国的通胀问题 未能够解决 也会看回 9月份的议息记录 也很大机会 继续在反映 美国联储国方面 一致地对抗通胀 除了这个数据之外 暂时看回 其他的经济数据 预期都会是个别发展的 不过这个情况 重视反映一部分的 经济数据是回落 但是都未能够 令到投资者安心 因为这些数据 是不足以扭转 现在来说 整体加息的疑虑 在未来的星期来说 市场继续留意着 美国的通胀数据 也会继续留意 第三季度 美国企业即将公布业绩 这个焦点 更加会令到投资者 对于未来 究竟美股 是会继续向上做反弹 还是进一步跌下来 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焦点 也看回 这个星期来说 A股就会是周一复市 但是市场的焦点 仍然都放在二十大会议 这个会议 就会由十月十六日开始 那个星期来说 相信会有更加多的焦点 公布出来 包括来说 就是未来内地的经济方向 又甚至是说 会不会有防疫措施 松绑的机会 都会是未来的二十大的焦点 至于恒志 很可惜 在这个星期 是没办法修复回 3月15日低位 18,235点 很可能就是预示着一件事 就是刚刚完成的反弹 有机会结束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作一个 比较悲观的预测 到时恒志 或者可能按住 黄金比率的回调幅度 最终会跌到 14,931点这个水平 好了 今次的一周焦点 以及一周的展望 我们就在这里结束 希望在未来的时间 大家都要进一步绑稳安全带 整体的市况 未来的走向 都会继续维持一个 比较大的波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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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